所以最厲害的應該是那個Gogoro 吳岳 你騎到哪裡 我騎到已經過宜蘭 快到宜蘭了 很厲害 已經快到宜蘭市區了 對 頭城那邊 其實Gogoro騎起來 因為你說它續航力好 因為它電池容量比較大 它比其他兩輛 電池容量都還要大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它的牌是白牌 對 那其他兩輛 像Many EV跟EMOVING都是綠牌 所以它等級其實不太一樣 但是為什麼我們會做一個這個比較 就是因為它的價格其實很相近 當天我們騎的是Gogoro 2 Delight Gogoro 2 Delight最便宜的版本 它其實不用4萬塊 就是扣掉那些政府的補助之後 以桃園市為例的話 它不用4萬塊 那跟Many EV比起來的價差差不多 那跟EMOVING比起來 EMOVING當然便宜一點點 它可能3萬出頭就有了 而且大家消費者在買電動機車的時候 我管你是白牌還是綠牌 你在買機車的時候 通常也不太會看 你就是造型喜歡 然後來比較它的加速 然後再來就是 電動機車就是里程 所以當天這個比較起來 Gogoro贏是一定的 所以我們想另外測試 就是另外這兩樣的里程 大概多長 可是看起來之後 你就會覺得不想要 不想要EMOVING 然後 一路很 因為 你如果是說在市區 你本身的需求度 如果只是在市區裡面 家裡附近買一些小東西這樣子 那其實它也就夠了 那你如果說 譬如說Gogoro的話 你要騎到宜蘭去 OK啊 可是問題是中間 你到那個 頭城那個地方的時候 能不能有 換電站讓你換 它其實中間 你要停下來的時候 有換電站 你就要趕快換了 所以你要有一個APP 它規劃它的整個旅程 到底要怎麼走 然後規劃 不能太隨心所欲 對 那講到EMOVING 它其實還可以另外再 再帶兩顆是不是 IONIX 就是EMOVING 它可以另外 它車廂裡面可以 你可以多租一點電池 那你電池就可以 再多帶幾顆 那EMOVING呢 EMOVING你也可以買電池 也可以就是 但是EMOVING 我要講一下 就是它申訴一下 它這個時代背景不太不一樣 怎麼說 因為它 比較早期生產 那它可能會 在 它是要取代一些 自行車 或是一些 綠牌的 二行程機車 當初生產的目的是為了 自行車的 大貴一樣 因為它當時的技術 可能沒有那麼厲害 所以它 你說它 到底有沒有贏過GOGO 我覺得很難 因為它 這麼有錢生產 GOGO是現在的產品 那它可以update嗎 幹嘛還不update 有 它今年年底就有一個 大計畫要更動 真的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 對 我今天提一下就是說 其實剛剛有提到 這個白牌 綠牌的概念 我們大概可以把想像 有點像我們這個油車的 125CC 跟所謂的50CC 125CC肯定車價比較高 馬力比較大 那GOGOGO的馬力值呢 經過換算 大概是在10匹左右 那這個MAIN的部分 其實大概只有 將近它的一半不到 4.3匹而已 我講這樣的數據 可能大家就比較了解一下 比較理解 其實一個是125CC的規格 一個是50CC的規格 125應該要125的價錢 50CC要50CC的價錢 再者125的油耗 然後呢 1公升油可以跑多遠 那這個電呢 可以跑多遠 行駛距離是多少 然後那一路電 背後是多少錢 我必須說 這三台是根據他們 所擁有的 擁有者 對 駕駛習慣 使用習慣不同 而設計不一樣的 一個車型 但是我覺得說 大家現在主力大概 對於像GOGOGO 不管1還2的時候 它對它的電能系統 會比較熟悉 但是對像光陽Ionex 比較不熟悉 其實Ionex 我覺得應該是說 像銳能 它需要用換電站的方式 我以銳能來做一個基本 你注意看 換電站 它6秒換電池 我來比較其他的 我先把銳能都講出來 這是大家熟悉的 就是說它是用換電站 你的電池是用租的 它不是自己擁有 你是擁有這台車 但電池是用租的 注意看 電池重量9.8公斤 所以剛剛吳越說 它的續航力比較好 為什麼 它比兩個都重 對 再來它有兩個 所以它可以續航力比較高 然後這些 我們慢慢等一下看 但是我們先看它的 所謂的充電方式 銳能是換電站 不用說了 但是它後來有推一個 所謂五族東部的一個旅行組 但是那不多 那現在是做測試做 但是我們現在比較注重的是說 像光陽Ionex Ionex是什麼樣的概念 當然除了這個Many EV之外 接下來光陽的電動車 你知道它未來要怎麼推嗎 在未來的幾年 50%的車子是油車 50%是電車 它的計畫 在三年之內要達成這樣 也就是剛剛我們說的 光陽市占率是不是台灣第一 三十幾% 對不對 一年可以賣三四十萬台 也就是說它在三年內 要有一半 15萬輛的市場 要變成電動 Many只是它的第一步 然後大家都知道說 它的換電系統是什麼 大家就說我知道Cogoro是換電 充電 所以Ionex也是 沒有 大家都知道 Cogoro有時候會罵說 我買你這台車花那麼多錢 但你裡面沒電池 我一定要付月租費 就算我今天出國一年了 我還是要付月租費 不然我沒有電池 但是光陽它有一個叫做核心電池 那我們剛剛五月說的 它可以補儲的電池是怎麼樣 是這兩顆電池或一顆電池或三顆電池 是來充你車子裡面那顆電池 然後由那顆電池來提供電力 類似備用電源的概念 我們是不是可以直接 讓觀眾朋友們了解一下 那光陽的系統的話 它的電力系統是怎麼樣處理的 好 我們先看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我們先開這一個 就是說這台車什麼都沒有 就一顆馬達跟一顆這個電瓶 這叫做什麼 這邊是有一個電瓶 然後這個是充電的對不對 對 這個是可以從家裡充電 就是我們這一個地方 家用充電 所以這台車就是這樣子 那這感覺上就比較像 一摸米的概念 就是這樣子 但是如果你要騎遠 像剛剛五月說我要騎很遠 超過四十幾公里 五十幾公里 因為這個核心電池 它目前測試大概是 25公里到30公里左右 但是你知道政府對於 像電動車的補助 它有一個CNS的標準 就是你要有30公里以上 所以它這個核心電池 在實際測試的時候 它有30公里 當然那個是要測試的是實驗值 環境不一樣 這個是核心的 這是核心 所以這樣子它就會動 但是剛剛五月說 我不是去租電池嗎 對啊 我要租什麼電池呢 其實就是我去加的電池 大家看一下這邊 在前面喔 前面這邊 我們再關起來一下 再讓觀眾朋友們看一下 關起來 然後再打開來 好 這一個是 光陽的Ionex租用的電池 那這個就可以提升它的續航力 可以拿起來看看嗎 這一個就是我們剛剛在表上看 一樣啊 那個 它怎麼有那麼深的地方啊 對 所以它的腳踏板 大家注意看 它的腳踏板是比較 比一般文油車厚很多 對 對不對 所以它就把它放在這邊 那注意看喔 這個電池跟GoGoGo的9.8公斤 差了快一倍 它只有5公斤 喔 真的喔 所以也就是說 我可以租用這個電池 但是 我不想租可不可以 也可以喔 因為你有核心電源在裡面啊 所以我這個喔 我不租 好 這樣子 我這樣子 其實它就是可以騎 因為我這個是可以再加充電 對 那我租一顆的話 這一顆是幫它充電 它不是提供電馬達的電源 它也是先充進去 沒錯 所以剛剛五月說 所以它有點類似備用電源 對 租一個對不對 放進去 可是 大家可以看到 它旁邊還有一個 喔 還可以再加一個 所以可以就是兩顆 所以還可以加一個對不對 加一個 但是大家都知道 它都是充這個電池的 是 所以我們再打開這個地方 剛剛五月說嘛 你可以換三顆四顆 我放在這裡 對 還可以在行李箱裡面 再放一兩顆 喔 所以等它沒有電的時候 你再放進去 對 我就可以把它抽出來 那五月你們這次去測試的時候 是 一顆還是兩顆 連同裡面的兩顆是不是 對 我們是 腳踏板那邊放兩顆 就沒有再另外背 背用電池 對 所以喔 這個是它的 所謂的Ionex的 這個所謂的 電源控制的一個新的想法 其實呢 那個光陽的概念 跟瑞能的概念 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光陽的一個概念的話 其實它認為它自己本身是 機車的製造商 所以它要發展的並不是 所謂的電動機車的 所謂的電池的一個系統 那麼Gogoro的話 它認為它自己本身的話 是屬於能源管理科技公司 一個平台 它是一個平台 它是在做能源管理的 但是Gogoro這台機車的話 電動機車 這一次要跟YAMAHA合作 那麼YAMAHA裡面的 合作的一個計畫裡面的話 它要用到的是Gogoro的一個設計 那麼另外的話 生產的話也是Gogoro 可是問題是 未來的維修的話 很有可能會用到 YAMAHA的一個維修的一個系統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個Gogoro裡面的話 其實它有幾大的一個關鍵因素 受到了YAMAHA的一個青藍 其實真的有一個很核心的關鍵 我把這兩個樣東西 我們再來一起看 防盪的部分 IQ Smart Lock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 車子上鎖APP 這有一個問題 這裡面它需要把這些 所有的大數據回傳 透過這個電池交換 那個供電站有沒有 把這些數據全部傳回去 還有透過它的APP 把這些大數據全部傳回去 所以當你的車子不見的時候 你透過你的APP上傳一下 我車不見了 所以比較好找 你電池就被鎖了 你電池就被鎖了 鎖了你就沒辦法換電池了 你車也不用騎 直接遙控到車子就不動了 就跟廢鐵一樣 Gogoro一開始出來 為什麼會受到消費者批評 有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租電池的關係 因為以往我們沒有這種概念 大家都是 像一木一出來的時候 你就是買回去 然後自己回家充電 你可以擁有電池 電池要怎麼用 你要用多久 是你的事情 可是Gogo出來的時候 它標榜是什麼 你跟我租換電池 我就是供換電站給你換電 但是電池你永遠要跟我租 它的理念是什麼 因為理電池的維護其實很貴 理電池本身很貴 你用交換的方式 跟用租刃的方式 是不是可以一直維續 那個理電池的健康程度 跟你買回家一直用到底 我們講手機好了 現在手機的電池 都是不能換的 你是不是用了兩三年之後 它的電池的消耗會篩退 那你是不是就要去換電池 那理電池你這樣換一組 要多少錢 那你跟他用租的 你就算是用吃到飽方案 一個月1199 那你兩年下來也才多少錢 所以這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習慣上的問題 現在消費者已經漸漸習慣這種 租刃電池的方式 他們也贊同這種租刃電池的方式 所以你看 其實不只是GoGoro 用換電池的方式 你看Many EV現在新出來 它也是有點像是換電池的方式 你看它租電池 而不是用買斷電池的方式 所以我覺得未來 都漸漸會導向這樣的模式去走 Emoving新的 你說年底 它也會用這種方式嗎 其實Emoving 跟這兩家完全不一樣 你知道為什麼 Emoving是誰做的 不知道 中華汽車做的 所以它的思維是用做汽車 你知道其實這幾台 只有中華Emoving 它是用汽車的規格下去做 就是說不管電線 測試 環境 因為他們這一群都是什麼 做汽車的工程師 我在五星級飯店做廚師 突然要我做街邊說 你做一下鹽酥雞好不好 他也是用一樣的東西在做 所以這樣子應該是比較好啊 不是 剛剛有說到 他就說 他用大數據去算 他就說我這個清醒就是所謂 剛剛雷妮說 綠牌的摩托車的大數據 告訴我們說 一天就是5到10公里 我給你200公里也沒用 所以我乾脆給你5到10公里 我給你60公里 夠了吧 然後時數也不會多 為什麼呢 你每天就是5到10公里 所以它抓到一個重點就是 你注意看電動車都很重 只有Emoving最輕 那它一公 平均一塊錢可以跑15公里 這個是剛剛吳越說 像GoGoGo它一公里換算的話 是超過一塊錢台幣 是比油車的成本高 但是Emoving如果一塊錢 你換到現在一公升是多少錢 假設30塊好了 一公升30塊 那一塊錢可以跑15公里 那30塊是代表多少 上百公里 那上百公里的話 我們油車 現在最省油車 一公升可以跑50公里 它已經是一般油車的一倍以上 那你去吸引這樣的人 去經濟考量的話 你可能就會考慮到這種 汽車公司做的這個 那它明年要推的就是什麼 125 就是說它要找一個 要upgrade一個白牌的 一個摩托車下來的時候 那時候它是怎麼樣去做 所謂的電磁管理系統 還有它的性能如何跟這個 6000k瓦的馬達去相比 我們就不知道 那所以明年大概下半年就會出來 來 你 對 我這邊提一下就是說 你看現在光陽為什麼 他不做這個所謂的白牌規格 就GOGOLO這個規格 那GOGOLO 所以我剛剛有提 GOGOLO為什麼要用鋁合金的車架 其實因為本身車子 真的非常的重 對 所以它的結構必須要考慮進去 如果它今天要從綠牌 躍升為白牌的話 我相信它可能要長 變胖又變高 真的 可能就不會像現在的體態 這麼的輕盈 對 所以這個是它思考的一個方向 它到底多輕巧 因為你知道我們剛剛在錄影前 我特別問了一下這個問題 因為以前像這125的車 或其他50的車 女生在騎的時候 尤其穿高跟鞋要踩 把它立起來都很辛苦 但是你知道它幫我們都想好了 你只要把這個開關開下去 然後 我按到這個嗎 OK 好 你只要把它往下拉 你看 你根本不用踩 電動 它電動的幫你 好 那你要停車的時候呢 好 停車我們不用在那邊踩這個 然後不用 你只要一樣一鍵搞定 好 上來 有沒有 所以是不是汽車自動尾門 哥哥榮沒有這個功能嗎 請 輕踩 不是 他只是要提升一下自己的身下 對不對 他比較重 他比較重 很多男生會說要踩那個動作 才是帥氣 對 只是女生真的沒辦法 我穿高跟鞋 我還在那邊踩 然後搞不好連人帶車一起跌倒 台北市都要停車的話都很難了 但是如果還在那邊拉一拉起來 所以津津講到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重量對女孩子可能是一個障礙 然後速度不是女孩子唯一的要求 所以它要輕巧方便 時尚 那因為你看這個哥哥哥雖然很漂亮 但是它的座位 當然哥哥哥2是放大不少 但是我說你用同等級來看 這個時代的車的話 你會覺得說這個造型其實還跟我們 傳統的油車接受度滿接近 然後最主要它很輕 然後感覺讓人家覺得比較安全